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20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看到在隔夜美股收低以及中国国常会一周里面第二次点名 大宗商品涨价太快 这两个事情的共同作用下 今天大盘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涨跌互线的表现 上证指数这边受到大宗商品集体下跌的影响 今天上证指数是小幅下跌了0.11% 创业版这边今天则是上涨了0.93% 并且创业版3143点这个位置 也是创下了这波反弹的新高 资金方面我们看到今天互生两市成交量是在8600多亿 北向资金这边 今天北向资金是小幅金流出15.3亿 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互股通方向 不过今天盘面上还是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留意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如果不是大金融板块权力护盘的话 那么在大宗商品集体大跌的背景下 今天上证指数的跌幅不可能只有0.11% 但是对于大宗商品后面的发展 我们还是比较期待的 因为目前全球很多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并不在中国手上 所以中国目前的压制动作我们认为会有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会不会一直维持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其次今天权力护盘的大金融板块里面 我们看到银行和保险这边涨幅都是超过了一个百分点 券商这边今天涨幅稍微大一点 是达到了1.37% 并且券商板块今天的成交量也是再次逼近了400亿的水平 来到了382亿 但是就像前天我们说的 这个位置上大家可以把券商股当作是活期存款去对待 如果一直报到四季度 那么10%到15%的收益 我们认为基本上还是有的 但是短线 券商板块想要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低 虽然今天券商板块成交量已经是非常接近400亿的水平 但是我们认为后面券商板块在这个位置 应该会盘整一段时间 我们的理由是 我们看到目前整个券商板块实际上的领头羊和风向标 东方财富 目前已经是进入到了32元上方的筹码压力区间 从日线图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东方财富在32块钱的上方还是有比较多的套牢筹码 从目前市场的资金面看 想要一口气吃掉这部分套牢筹码可能性我们认为不大 相对来说可能性更大的会是在这个位置震荡一段时间 用时间去消化上方的套牢筹码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看到今天北向资金在东方财富上面也是净流出了5.14亿 说到这里我们正好看一下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前6名的 它们分别是 很锐医药 东方财富 长安汽车 三一重工 京东方A 以及阳光电源 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排在北向资金净流出第7名的中原海控 北向资金是净流出了3.44亿 这应该和前天晚上市场传出 美国西海岸的塞港情况已经开始好转有很大关系 说实话 美国西岸塞港的好转时间 比我们之前预计的要提前了不少 之前我们预估 那到6月份 美国西海岸的塞港情况才会有所好转 那么我们继续之前的话题 从今天大金融板块全力护盘的动作看 市场对于上证指数3500点这个位置 还是非常看重的 目前我们依然维持昨天的看法 也就是上证指数守住3500点这个位置 应该问题不大 换句话说 也就是只要3500点这个位置不破 那么短线做多的环境 我们认为就会继续存在 另外这两天在市场上还要一个消息 就是市场预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很可能会开始转向 并且这个时间节点 目前市场预估可能就是在今年秋季 也就是在今年秋季 美联储可能会释放缩减购债规模的信号 之前我们本来想着这个话题做一期节目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看法是两点 第一 我们认为美联储很可能会是在今年11月份 全球央行在Jackson Ho的年会上 正式宣布这个决定 第二 我们认为一旦美联储开始缩减购债规模的时候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很可能也会出现改变 也就是说中国之前一直在做的去杠杆动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目前市场的看法不大一样 我们认为届时中国央行很可能会停止 或者是减缓中国的去杠杆速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届时A股很可能会出现一波比较像样的行情 当然这些目前只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一旦有新的变化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分享我们的看法 还有这里我们还想提一下北向资金 虽然今天北向资金是恢复了交易 但是今天北向资金的表现 其实更多的是反映了前两天市场应该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 所以市场期待的北向资金给A股找方向的事情 最快也要从明天才会开始一点点清晰起来 所以明天和下周一的北向资金表现 我们要密切留意一下 说到这里我们看一下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前六名的 他们分别是宁德时代 耀明康德 美迪集团 贵州茅台 招商银行 以及伊利股份 最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龙虎榜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金增值的一共有六家 这六家基本上都是属于落后补涨的范畴里面 那么他们分别是 英菲特 曼卡龙 镇域科技 江山股份 大豪科技 以及百龙创源 那么这就是今晚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以上使keys 明天和资金净流chlag 未经许供 bonne 未经许供 未经许供 无 язы经许供